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Aphrodisius 我前天介绍了半天 结果有一位先生大概没有听到我在前面的这个介绍 半途就插了进来 还问我 你们是不是在研究春药 这个误会可大了 我们今天研究的是Aphrodisius 是一位女神以及一个崇拜他的一个古老的希腊的城市好吗 拜托拜托 千万可不要搞错了 不过这也实在是不能怪他了 他一听说我们在讨论这个Aphrodisius 他也不先听我们介绍 然后他就很认真的马上就直接就上网去查看了 结果呢 他不查还好 一查 出现的解释不是春药 Aphrodisius就是Aphrodisius 幸运 还好 后来我要他查Google Map 才发现果然是真有这样子一个地方 要不然这个误会可就大了 千万千万不要搞错了 那么这个Aphrodisius这个城市 年代当然是非常的久远 他还曾经有过三个不同的名称 大概到了四年前一百多年 将近两百年的时候 才因为他崇拜爱之女神 叫做Aphrodite 因此就改名为Aphrodisius Aphrodite这个女神 后来就被罗马人改名了 叫做维纳斯 Venus 而且从此以后 哇 声名大造 名阳千古 但是Aphrodisius这个城市的名字 这个后来怎么会变成春药 Aphrodisiak或幸运 我实在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努力的找了半天 就是找不到相关的一些连结 不幸的话 你也可以去试着去Google一下Aphrodisius 你真的就会知道了 我明明是想做一个历史的探讨 而结果出现了 不是少了一个尾巴少了一个S 变成Aphrodisiak 信誉 就是多了一个C 就Aphrodisiak 春药 真是会让人哭笑不得 其实我想如果说我们有哪位朋友 能够告诉我一些它之间的典故 那我真的是感激不尽了 我们在欧洲的许多的博物馆 常常可以看到或大或小的一些 非常古老胖胖的女性的这种雕像 一般博物馆也无以名之 就通通称之为叫做Vinus维纳斯 例如说我们在奥地利的 维也纳自然科学博物馆 它里面就收藏了一尊出土于奥地利 维也纳附近 一个叫做维冷多夫的这样子一个村庄 Villendorf in the Vachau 这大概已经有2万到2万5千年的历史了 这个小型的女性的石刻的雕像 Vinus of Willendorf 这个女性的雕像有一对非常丰满圆润的乳房 还有一个厚实的腹部 看起来就充满了这个生育的能力的 这样子的一个特征了 反映出当时对于这种母性的崇拜 和对于生命繁衍的重视 我想这也就是我们他们当年的 这种理想女性的一个标准 和我们现在这个主流的这个审美观 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在于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的 有一个叫做Anatoria的博物馆 它里面也收藏了 有一尊大地之母的石刻 也被有些人就称之为 Chathuik的Venus Chathuik 或者Google你会叫它做的 加泰土丘 在土耳其的中西部偏南的孔雅 它东南边大概有50公里的地方 它这是目前我们人类所知道的 第二古老的一个城市 你要注意的是 这里不是善居一个三五户人家的一个村庄 也不是一个部落 而是货真价实的一座城市 它目前只开挖了5% 但是它估算出来这边的居民 当年已经有8000多人 推估它大概有9000多年的历史了 只比人类最古老的城市 叫耶律哥 大概晚了1000年 那耶律哥是最古老的人类的一个城市 不是部落 不是善居的村庄 有趣的是 当时的人还没有道路的观念 每一家的前后左右 都紧紧的贴着另外一户的人家 大家出门都没有路可以走 都必须要走过 从屋顶出去 然后走过别人的屋顶 非常的特殊 真的是也很难想象 也非常的有趣 我上网搜查 发现并没有任何中文的一些邮寄 表示也许到目前为止 除了我以及我们的团员跟我去过 还没有其他的华人来拜访过这里 再过几集 我想再和大家深入的谈一谈 希望大家下次也记得跟我去看看 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Huik 这个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文的土堆的意思 Huik 是土堆 因为这整个的遗迹 它就坐落在一个低矮的小山丘上面 它因此就叫做Huik 那么这个雕像就是在这里被挖掘出来的 它的年代介乎于西元前大概五千五百到一万一千年 那个新石器时代 那么这个Anatolia 这个大地之母 非常大器的就坐在一个抱头扶手的这个座椅上面 感觉上呢 就好像一位女性的酋长 和刚刚我们看到这个Villendorf的维纳斯一样 这个真的是风乳啊 胖度啊 手出脚壮 看起来就是一副很会生小孩的样子啊 请注意你看看它 在它的下腹部 似乎还露出一个婴儿的头部 好像正在生小孩了耶 当然你不要跟我说 诶诶诶诶诶 哪里有人坐着生小孩 我告诉你 就是有 那不信 你看看我这个古埃及神殿的 这个医药保健的教学的一个 一个墙壁上的雕刻 就是教导这个妇女呢 如何坐着生小孩 你看 我没有骗你吧 那么大概在远古时代啊 不管居住在哪里的人类呢 都会发现生命的延续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小孩子夭折的机会非常大 因此呢 他们很早就知道 我们很早就知道 我们小时候常常在墙壁上 看到的句子啦 句子上写是说 生命的意义 在创造宇宙记起之生命 这样子的一个大道理啊 在远古时代啊 他们早就了解了 这个生命的延续呢 是最重要的 没有什么事情 比传宗接代啊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我们知道啊 在这个沿着这个整个地中海 周边的区域里面啊 埃及呢 应该是最早的文明了 那么到了埃及法老时代的晚期啊 他先是被亚历山大大地就征服了 然后后来就建立了这个托勒密王朝 接着呢 又被凯撒 然后就被奥古斯都呢 就纳为罗马的一个神 但是埃及这种强势的宗教文化 也因此就被希腊罗马吸收 然后改造 尤其是埃及最伟大的民王 叫做欧希丽斯 还有他的夫人呢 叫做伊斯斯 就因为这个伊斯斯非常的聪明 又非常的忠贞 因此他就被推崇为女性的典范 那么他这样子一路就传扬到了希腊 到了罗马 甚至到后来有人说 他就转型为圣母玛利亚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我们看 像这一尊罗马时期 大约在西元一百多年啊 来自于埃及的 叫做伊斯斯阿弗黛特 这样子的一个雕刻 我们可以注意到 他的头上的这个冠冕 这个后冠呢 上面还有一个金牛崇拜的牛角 还有太阳崇拜的太阳 这就是完完全全的埃及宗教的观念 但是雕刻已经走出了 埃及这种形式的那样子的 埃及那种束缚了 可以说是埃及希腊 这样子两个地区 形式的一个综合体了 你再看他这种很有意思的小雕像 这是西元一百七十年前后 曾经在位二十年的哲学家皇帝 叫做奥雷利欧斯 他的老婆叫佛斯蒂娜 佛斯蒂娜 那么 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雕像 哇你看他 他打扮的就像伊斯斯阿弗黛特 一副伊斯斯母仪天下 作为一个女性典范的样子 但是佛斯蒂娜 据说呢 却很喜欢红杏出墙 喜欢趁他老公不在家的时候 哇就到处去交男朋友 就和这个到处帮人家生小孩的 阿弗陀佛斯蒂娜 确实是没什么两样 说佛斯蒂娜这样子的一个道德观念 可以比美这个伊斯斯 我想这个实在是搭不上边 和阿弗陀佛斯蒂娜 倒是有一点点到处交男朋友 这样的嗜好 就有一点类似了 那么你把这个佛斯蒂娜 和这个伊斯斯斯以及阿弗陀佛斯蒂娜 把他连结在一起 我想这真的是属于一种黑色的幽默 不过仔细想想 佛斯蒂娜的两个雕像 他这个脸孔的都是非常的像的 显然都是出自于这种雕塑高手的杰作 而且呢 应该是非常忠于本人 他本人的样子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但这个铜像 你会不会发现 他的左手应该就是遗失了 然后呢 就有一个很拙劣的工匠把它补上去 哇那真的是像果尾续雕啊 惨不忍睹 你再看看他的头上 果然还带着金牛角 还有太阳的后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当时的基督教 还被禁止的年代 那是西元一百多年了 那么罗马帝国仍然是处于这个 多神崇拜的这样子的习俗 而且埃及希腊的宗教神话 仍然是非常普遍的被融合在一起的 OK 因为接下来有关这个维纳斯啊 大家所不知道的有趣的事情还有很多啊 我一下子没办法讲完 那就留着 那就等我下一次呢 再和大家聊一聊 有关于这个维纳斯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好了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